會怕蛇嗎? 蛇?不會 好吧,那我們請他出來看一下 我還吃過蛇 以前很小的時候 去過那種 萬華有沒有 華西街,吃蛇肉 可是大家不能吃的是湊青宮 可能是吧 小的時候也不小的 反正有肉可以吃就好 來,那我就 因為齁,其實我剛剛你們在示範的時候 我有先簡單去繞一下 那這些動物住在哪裡,其實 因為我每天都在山上帶團 所以其實他們住在哪裡,我大約都有個笛子 是說剛剛在去打個招 欸,你在嗎?結果都在耶 都在 這個我的車子 不是在我車底啦 我現在要拿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 打草金蛇 這個叫蛇甲 對,我不是蛇甲,蛇甲夾下去會受傷 這個鉤是把它鉤住 它這樣不會受傷 待會那隻蛇跟我配合已經三個月了 其實理論上 其實我也是沒有辦法解釋的 其實齁,我都把他請出來 他其實當然也會怕 但是奇怪咧,他就是還是要回到那邊 所以那隻就配合很久 啊,告訴我,如果介紹完 我還會把它放回回來 其實所以我要突顯這些動物 其實沒有那麼可怕 然後他們也不盡然那麼怕人 你對他和善一點 其實他如果知道,其實他也不太會怕你 然後,你看,喔來 這隻 在看他之前 這隻 這隻是吃肉的 他喜歡吃 不是 他絕對不是蜘蛛 我跟你講 如果他是蜘蛛 就沒有賣點了 蜘蛛有什麼好介紹對不對 然後他 他喜歡吃肉 而且喜歡吃白白嫩嫩的肉 是喔 喔 被他咬到會怎樣 頂多啦 就躺在那邊不會動而已 真的 所以我們大概有一個遊戲 叫做接龍遊戲 他 他好像少一隻腳 是不是 他有八隻腳 但是我數看一二三四五六 少兩隻 少兩隻 他是八隻腳 但是他不是蜘蛛 為什麼他不是蜘蛛 來,注意天喔 很專業喔 蜘蛛的身體 你要想,眼睛閉起來想看看 家裡的家裡 沒有 不管他大不大 重點是齁 他的身體有兩節 有頭胸部跟腹部 他現在在吃蛋耶 不要想太多 這不是蛋 那是石頭吧 不是 這好像類似麵包之類的東西 好,那我要說的是 他身體只有圓圓的一節 他在野外都吃小動物 小昆蟲之類等等的 然後他不接網 然後他的名字叫盲豬 所以你看這隻腳正長 這根很長有沒有 他就好像盲人拿個拐子 你注意看 他都會去敲 他會去敲 對對對,再走過去 然後前面的處隻就是去找東西吃的 這個是去找走路的 好慘喔 OK,那其實齁 因為現在其實這一隻 這種蜘蛛其實他在冬天都會全部死掉 隔年 來,注意聽喔 他們交配完 隔年又服務 沒有沒有,不要想太多 他生女生在土地嘛 隔年他的小baby就一起孵化出來 所以每年的春天都是小盲豬 那到夏天都大盲豬 然後一直到冬天 然後又陸陸續續交配完 然後到時候又死掉這樣 所以他的壽命就是一年 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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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盲豬 其實依我的個性 以前啦 都是會把他抓起來 讓他在客人的手上游走 要體驗嘛 對不對 我剛剛說重點是體驗 但是今天就饒了你們 因為沒有啦 這隻雞是春落雞 腳表是雞有太過 而且不是很健康 那我們就不要去體驗 改天有機會 你看 他晚上就是出來 白天你就不容易找到他 他也是夜行性動物 你看 就是這樣去敲 有沒有 有沒有在樹上這樣敲 有沒有 八隻腳 其實這個現在網路資訊那麼發達 Google一下絕對才得到 盲豬 是 好幾粒 那隻腳真的好長 那是觸鬚啊 沒有那隻真的是腳 只是特化成你說的觸鬚 剛才盲人哪個拐杖 來 你看 好多 好多動物喔 我帶你們去秘密基地 秘密基地 那個地方如果人多 絕對沒有辦法去 我們今天這種不YP團 才有辦法 而且真的他就在 就在 來 坐坐 我那廚房 來 我們這邊 老婆老婆來喔 爸爸媽媽親的手 好多動物喔 來 我們來裡面 沒有辦法去秘密 來 其實齁 我先預告一下 希望還能看得到 來站旁邊 剛剛我 我走出去啊 我到上面去啊 我又碰到飛鼠 被捕一氣 他們小小的 笨笨的 應該待回去還會在 可能待會再去找他 來 走 來 這是我的秘密基地喔 我們廚房後面 來 來 往這邊來 慢慢來 來 好 這個地方 我們先在這個 因為他在後面嘛 裡面真的太窄了 手電筒讓你們拿著 來 手電筒拿著喔 給我 因為我這邊有頭燈 給我30秒 我去把它請出來 對對對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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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要去把 吃 好大蜘蛛 那個叫盲豬 盲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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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太亮了 爸爸罩下面啊 還有那個什麼 青蛙,對不對 你有摸青蛙 要不要摸 哇,來了來了 找到了,找到了 真的耶,你看 我現在怎麼說的 來,你看 來,過來 小小隻的 然後小心喔 小心喔,他的三大特徵 來注意,先看特徵 紅色的眼睛,爸爸媽媽 小朋友有沒有紅色的眼睛 小心喔,紅色的尾巴 然後身體旁邊有一條白線 然後注意看喔,白色的線 白色的線,底下是不是有一條紅紅的線 來注意聽,如果只有一條白線 那他就是母蛇 如果底下有一條紅線 他就是男生,攻的蛇 那他會攻擊人,注意喔 他現在呈現S型喔 毒蛇會攻擊人 通常只會往前彈 他不會往左彈,往右彈,往後彈 所以他現在呈現S型就是 會攻擊也會往前 所以爸爸記得拍照不能在他正前面拍 但是放心好了 其實他彈出去的長度到底有多遠 注意聽,大約是他身體的三分之一長度 什麼意思 這一隻蛇彈出去,頂多彈到這邊而已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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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前彈出去,通緝也有看嗎 為什麼 來你看喔,這可以一遍喔 一二三,來,又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有沒有熱熱的感覺 好,給爸爸媽媽看喔 對對對,來我這個角度 來來來來 來看喔,眼睛的前面有沒有一個大鼻孔 媽媽,小朋友來看 大鼻孔那個不是鼻孔,對不起 最前面穩端前面一個小小的點子 才是鼻孔 眼睛的前面大鼻孔那個構造叫做夾窩 熱感應器 所以你看喔,我熱的東西一過去 他感應到熱了 那再看一二三,來,印過去 欸,不理我 他感應到熱,他就,欸,偵測 因為,來注意聽 他的眼睛現在因為強光照 瞳孔已經變成一條線了 視力不好了 好,然後重點來了 他的鼻子也不好 他又沒有耳朵,來,蛇你看 眼睛後面有沒有耳洞 沒有 沒有 所以我要說的是 他根本就看不清楚 也聽不清楚 所以他就用舌頭來感應周遭的環境 你看他一伸走 他舌頭就是要出來 那這一隻就是刺蝟傾注尺 再說一遍 紅色的尾巴,刺蝟 紅色的眼睛 喔,要掉下來,要掉下來了 好,不用怕啦 那他晚上就固定在這個地方秘食 為什麼 因為後面有一個大水池 那大水池裡面有很多的青蛙 對 那他就固定在這樣的一個環境活動 刺蝟傾注尺就是台灣 六大毒蛇之一 最常咬到人的就是他 但是因為被他咬到而死掉的案例 幾乎等於零 我要說的是 剛剛有沒有看到他 我說他 他的鼻子前面 鼻子的後面有一個大鼻孔 那個叫夾窩 那是熱感硬氣 簡單的說 他是晚上利用那個溫度去感覺周遭的環境 好 那他有那個夾窩的 都稱為出血性的毒蛇 被他咬到會腫 會動會內出血 那我們就知道要給醫生看 有去給醫生看 其實他的毒並不是很毒 所以其實是還OK的 那為什麼他最常咬到人 因為他的保護色很好 那如果割草啦什麼 經常去抓到他就被他咬到 但是只要了解他的習性其實是OK的 你看他游走 你給他抱起來 我拿下來給你們看 看得清楚的啦 你看 然後你看喔 特寫喔 他的肚子鈴片多漂亮啊 你看 等一下就看一下 沒有黃黃的 有沒有肚子的鈴片 有沒有 黃黃的只有一列 超漂亮的 唉唷 有漂亮喔 結果整球這樣 其實他穩定 他很穩定 不像一般所謂沒有毒的蛇 他是有毒的 然後不像一般沒有毒的蛇 你如果給他放這樣 他不通 掉下去趕快就趕快跑了 他還蠻穩定的 就是有毒的 對啊 齁 第一次這麼近看蛇對不對 對 賺到了 好近喔 你看 我們讓他回家了好不好 跟他拜拜 好不好跟他拜拜 好乖喔 那一樣在等我十秒鐘時間 這個叫刺尾親竹師 來 複習一下 然後我們要考 各位說 你們到底有沒有吸收進去喔 刺尾親竹師三個特徵 紅色的什麼 尾巴 紅色的什麼 眼睛 還有身體旁邊有一條什麼 白色的線 然後如果底下有一條紅色的線 是男生還是女生 喔公的 喔好認真喔 原來大人比小朋友認真齁 刺尾親竹師 好起立 那一樣 手電筒一樣讓你拿著 好OK好 我把它放回去喔 好 好 我出來了 讓他回家了 好 好 那手電筒給我喔 讓我們繼續往裡面移動 來 走喔 小心喔 對阿 對阿 好 好 來往這邊來 慢慢來喔 慢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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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牽著嗎 對阿 對阿 你叫姿勢小心 好 往這邊來 黃哥先到這邊 阿姨要是用聲音 把動物找出來的喔 齁 然後你們再看下去 可以看到什麼動物 我這個蛇口就先放在這邊 我這個蛇口就先放在這邊 喔好 OK 不會啦 我都會記得 我最近都會記得 你最近會記得 以前都會記得 以前都不會記得 來往這邊 越來越老了 就有那種失智症 來往這邊來 來往這邊來 小朋友帶胖子來喔 我先齁 因為牠也不會跑掉 那明天喔 再讓你們看一下 來 我先跟你說 牠是一隻蜘蛛 你相信嗎 來小朋友大朋友來 這隻是蜘蛛 牠長得像一片枯葉 長得像一隻魷魚的 長尾巴很長 有沒有 這隻是一隻蜘蛛 那你看喔 我現在稍微動牠一下 牠會擬太沉 葉子被風吹動 牠會一直抖動喔 你看 這是一隻蜘蛛喔 你看喔 1 2 3 動牠一下 然後牠就動了 動 再抖再抖再抖 有沒有 牠把自己擬太沉 一片枯葉 你看牠 牠現在是靠自己去抖的 讓天敵要去咬牠 會不容易對焦 這個是牠的王 好 是 你看牠在抖有沒有 抖得很厲害 有沒有 這隻狗 哪裡 欸咬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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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突然出現 好在我們都不怕狗 哈哈哈 好 明天 一定也像這個樣子 而且牠還是黑色的 保護色真的好 保護色超好的齁 那我要說其實好你看 你明天再來看 牠就是像一片枯葉 像一隻魷魚 很特別的蜘蛛 牠叫黑尾翼尾豬 黑尾翼尾豬 黑尾翼尾豬 就是拖 拖翼尹 人家拖的東西的翼啊 翼尹就是拖的東西的意思 翼尹豬 翼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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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的鋳 翼尹豬 來 鋪仔準備要開火了 對 麻煩就開了 是 那晚上因為我們 我們農場是一個有機農場 都沒有噴農藥 那營造的這樣 因為沒有噴農藥的環境 其實蜘蛛就不會被我們殺死了 但是相對 你沒有噴農藥 所謂的害蟲會大量出現 那因為沒有噴農藥 我們的天敵出來 因為它比如蜘蛛 牠就出來了 那蜘蛛髒 就會抓掉很多所謂的 所謂的害蟲 OK 那我們往這邊來 我們去看別的東西吧 慢慢來 慢慢來 來來來 這隻這隻這隻 來 我們驗證剛剛說的蜘蛛 這個在 這個很牙齒 家裡面有了對不對 它是不是有頭胸部跟腹部 對不對 兩節 好 那我說 你讓你先說吧 這種牙齒怎樣 跟家裡看到的 一般城市看到的 其實不太一樣 其實一樣 這邊還有 來 你看 這邊 來 我們來看這一隻 來來來 牠還是小baby 注意聽牠的名字叫做 白鵝高腳豬 喔 這一隻也沒有額頭白的 牠齁 額頭眼睛這邊有一條白線 所以叫白鵝高腳豬 牠就是所謂的鵝鵝 霸隻腳 那阿公阿嬤都說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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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那真正的兇手 因為總是阿公阿嬤會這樣講有原有的 就真的皮膚會爛掉 那到底兇手是誰 是一種叫做青螞蟻的影翅